今天美鳳要帶大家去新北市 一個蘆洲還有山蟲 來吃兩間好吃的料理 一間是水扣 一間是麵包 他們兩家都有一個特色 都是很用心去做這個料理 做出自己的風格 到底它的口味是有什麼樣的 而且它的水扣還有什麼樣的故事 我們現在一起來了解一下 讓我們和美鳳姐一起去嘗鮮吧 要來做手工的麵包 很特別 現在在蘆洲家 我們要做的麵包就是這位 陳青龍師傅 要來跟我們分享 鳳姐 妳好 聽說這個很特別用這個什麼 對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豆漿有特別 我們豆漿就是我們的老闆娘 每天環豆都是線泡然後線膜 對 線泡 線膜的 超讚的 然後融入在這個 紫米 紫米 紫米餡 對 紫米也是我們買紫米回來蒸 然後蒸完 蒸熟之後 然後加一些糖下去攪拌 這是紫米 對 這可以直接吃的 紫米還有紅豆嗎 沒有 沒有 全部都是紫米而已 對 這樣就可以吃了 對 這樣就可以直接生氣了 已經熟了 已經熟了 但是我們要把它加在麵包裡頭 讓它那個風味又不一樣 沒錯 又吃到養生對不對 對 又有飽足感 好 麻煩你幫我加了 好 沒問題 最重要還是有一些 它是天然酵母對不對 對 我們這邊有自製的葡萄菌種 對 你看它還會冒著氣泡 對 它只要過入麵粉裡面 然後它就會自然發酵 好 那我們現在這是 已經都化好了 對 這是化好的麵包 化好的 好 我們現在開始 好 我們現在開始 然後來給你 好棒 對 這很柔軟 超柔軟 觸感很好 很輕 對 很輕 因為已經發酵了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稍微 把它放直的 好 對 稍微拍直直的 好 然後擀麵棍 材性超好的 超Q彈 好 很Q彈 然後這是擀麵棍 好 然後我們稍微這樣壓一下 壓一下 不要太大力 就順順地壓就好 順順地壓 再往上也壓 往上壓 好 整個都平了之後 就大概就沒有氣泡了 沒有氣泡 最主要是不要有氣泡了 對 把它 氣泡把它用掉之後 這這樣呢 沒關係 對 好 我們就不要吝嗇可以大把地放下去 真的 對 美鳳姐 放你了 那我們也知道 看你有沒有心意就知道了 這真的 壓下去 對 好 我們就大概放在麵糰的 三分之二的地方 三分之二就好 不要去運放慢 好 然後稍微把它壓一下 這邊有那個 可以讓它壓的 壓平的 好 謝謝 好的 好 現在就是把它捲起來 好 來 桌上都乾淨了 所以稍微剪一下 剪一下 沒關係 這個都... 對 好 然後我們再來就是要捲起來 順順的摺不用用力 順順了 對 順順的摺 好 這樣把它折起來 對,順順的摺 折起來 好,捲起來 好,可以了 好,這樣就是 一個成型的麵糰了 我覺得這樣吃起來 真的很紮實 為什麼 你會拿起來很實在 沒錯 每個東西 你會覺得 一口吃下去 好吃又養生 對 好讚 好讚 當然讚 美鳳姐,你知道嗎 這間麵包店 堅持不使用多餘的人工添加劑 除了使用自製的酵母之外 在食材的選擇上 也是以養生健康為最大出發點 對,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老闆和師傅 很不怕客人吃 每一個麵包都是真材實料 分量十足 現在就是要把這個放在外面 對不對 對,我們現在就要做第一個部分 好,來 我們一人三片 三片 對 好,然後 三片把它桌上 裡面麵粉 對,用一點點就好了 一點麵粉 然後三片把它擺在一起 然後麵粉 現在不太費工 對 從中間 對 也是輕輕這樣 好 為什麼三個會不一樣呢 奇怪了 就是那個濕力點可能要控制一下 是嗎 對 好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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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一樣 下面再稍微再趕一下 對 這樣就一樣了 好 但這個又變薄了 你那個看起來就是 大家都要經理那個 那麼薄 好 這樣子 好,我們現在再來這個 包上去 對,把它包上去 也是包兩個 對 包在那邊好了 包我這邊 包你那好 包這邊 人好 然後 這個把它拉上來 蓋住 捲起來 捲起來 然後這樣就是一條 這樣一條 對,這樣就一條了 好紮實 好 各位觀眾朋友 這個做麵包的步驟 到這裡還沒結束 出整形完的麵包 還要放入模具裡 進發酵箱 做二次發酵 等到這個發酵完成 才能夠推進 溫度190度的烤箱烘烤 待會兒烤一下 差不多25分鐘 就有香噴噴的 旋迷豆漿的麵包 可以吃了 我們要請這個阿德 也就是蔡耀德老闆 美鳳姐,你好 你好 來跟我們分享 剛才我們做的麵包 當然這個裡面有很多款 對 不然我們先來吃這個 因為這是你們太太 用很棒的豆子 然後磨成豆漿 沒有加水對不對 對 這邊全部都用豆漿來的 澳洲 澳洲的黃豆 好 對 這個是這個 它裡面是 我們拿的紫米餡 有一些倒冷的香氣 很 其實它滿Q的 對 然後綿密 對 微甜 微甜,不會很甜 吃起來 因為玄米的香氣其實吃得出來 對 紫米 對 吃得出來 不錯吃 還有它的香氣 豆漿 豆漿 你現在飛機應該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自己做的 我們更安心 當然 你們自己做的,你看 對 很有心 對 這個比較費工 有的費工 對 從這個它還要發酵 發酵 對 然後還要再包 然後再去 抹那個豆漿 然後那個 玄米 脂米 它用的料 也是很真材實料 下去蒸熟 對 是真的好吃 還是它這個 燙燙的香 不要燙燙吃 讓它冷,它比較好吃 這樣它的Q度比較有 更好 我們剛才有一個發酵的 我們自己吃的菌種 這個薄餡就是 我們放用料 就比如說要當它冷 對 這層也要去 當它冷的時候 就會更 更好吃 對 這樣吃起來 紫米的香氣真的還滿強 紫米和豆漿 都是對我們身體 真好的實材 哪來運用在麵包上 非常適合要保持身材的 女性朋友 或是上了年紀的長輩們 來享用 那至於小朋友呢 老闆也沒忘記 這吃起來香甜 有濃濃牛奶味的 北海道脆皮 則是他們的最愛 所以說來這裡選購早餐 一家大小的口味不同 都不用擔心 絕對是可以一次搞定的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 這道 鹹的 鹹的 我們說的鹹酥雞的最愛 鹹酥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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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70塊 對 我們這是70塊 對 幾塊 鹹酥雞 鹹酥雞 你鹹酥雞 你鹹酥雞 有這麼多耶 好 吃看看 鹹酥雞 它是這個 這也要做下球菜 這真的嗎 鹹酥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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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鹹酥雞的香氣很夠 對 因為 一般人會說 整條 我們是整八 這不錯 一塊這麼大塊 這個很過癮 跟一個圈頭一樣 不錯 很有特色 介紹一下 這個金山的地瓜很有名 我去介紹過 你用地瓜把它做成一個 很棒的一個 就是 好像地瓜酥條 然後裡面用非常多的地瓜 是 好的 好 你看一下 我還有皮 很皮 有 有看 有看到 真的 他們這裡都 一般人是用地瓜 泥來做 對 他們就是打成泥 然後加很多東西下去 對 我們是整個地瓜 跟米粉來整個包覆煮 這樣來烤 這樣 好 我們來吃看看 含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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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酥 粗皮 對 地瓜的味道很強 對啊 因為你真的是真材實料 它的料都好紮實 所以我們都用在地的食材 來做我們這些烤肉 我們這些食物 很舒服 這很有特色 全部比較滾 不過我看 現在的人 吃得開心就好 健康 現在都知道要養生 是啊 地瓜就是好 可是如果你地瓜打成你 加了太多的 其他調味的東西 就負擔會重了一點 對 會變質 因為大家現在營養都很好 要吃得健康的餘子 這個很讚 這個滿有特色的 好 各位觀眾朋友 我剛才不是說 這個阿德老闆 很不怕人家吃的 你看從這個塔香佛卡下 到地瓜酥條 你們就知道我沒在騙你們 滿滿紮實的餡料 真的是佛心來了 這裡還要跟大家來分享 對不對 對 我們愛心麵包 其實都我們這些年輕人 我們這些年輕人 對 沒有機會做一些公益 都碰我們每天看 有感謝她的賣錢 如果賣錢 如果賣錢 存在對 既然提供人 我們也不好意思 還有我想說一個想法 說我們有做過消費券 對 我們開來做消費券 來到新北市的消費局 對 跟附近的學校 來配合說 你們學生成績得好 給他們換麵包 如果說真的 沒有 我看過 我們在外面看 我們的麵包 不能走進去 真的要讓孫子吃 真的沒辦法 他說他就拿那個券來 我們沒有寫命 所以說他來 我們就讓他換就對了 你這個券就是 拿去學校的一個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是拿去 社會局 對 社會局他就去看 還有一戶的家庭 其實他是需要幫助的 對 弱勢家庭 還弱勢家庭 所以阿德這麼有心 他這裡都有一些年輕的機會 所以說 你如果有機會來到洛杉 你就來這裡買一個健康 然後又養生了麵包回家 自己吃也可以送朋友 跟大家分享 非常謝謝阿德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這個年輕老闆阿德的用心 真的是對各個小細節 都可以看得出來 不管是食材的選用 還是包裝的設計 都有他貼心的地方 你看看 這剛設計出來的明月禮盒 放的不是蛋糕 是一條健康的 玄米豆漿麵包 除了可以讓收到的人 吃到健康 也讓送的人 在金額上 不會有太大的負擔 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有機會來到洛杉 可以順便來阿德這裡 烹調一下 順便一起吃一座愛心麵包的裡面 美鳳現在是新北市三丑 這家的水餃店 它是純粹選非常好的素材 用手工來做 可以栽培 很方便大家來使用 介紹這位年輕的老闆 江亦祥 美鳳姐 妳好 妳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對 江先生 他們當作的時候要做這個 也是因為 這個宿舊跟家庭都結合在一起 可以照顧媽媽嗎 照顧奶奶 奶奶已經長期窩冰在床 是 所以 剛好家就住旁邊 這樣的房間 我們兩個兄弟輪流回去照顧她 因為她窩床要翻身 對 是 所以這樣這樣的話 對妳來講是比較 以前奶奶在我們小的時候 唯一能做給我們的料理的話 就是 水餃 對 水餃 好 所以這個保留了 奶奶當初 保這個水餃給妳吃的口味 妳跟大家分享 對 好 因為我們簡單來說 我們選用的食材 就是天然 然後你看到的有什麼 可是以前奶奶一定沒有這種 奶奶只是已經是白色而已 對 是妳自己研發的 是 因為時代在變淨 而且我們覺得口味 就因為每個人對吃的要求不同 所以我們多研發出來 讓客人有多的選擇 就是到後來 譬如說像墨魚的 對不對 外面是墨魚汁 裡面包的是白色還是咖啡 又不一樣了 就是把它這個口味分了 又有很多的選擇 好 這是最傳統的水餃 它看起來是不是最傳統 可是它裡面包的比較特別 它是 起司就是比較現代人 對 好 那我來吃一下這個 OK 沒問題 我從這個最 最傳統沒有顏色的 好 那我也不用蘸什麼醬 對 我們的水餃建議不蘸醬 但是吃得出食材的好話 自己 可以加大蒜 或一點點醋 或一點辣椒 每個人的吃法都不同 建議第一口 你可以先吃吃看原味 對 如果喜歡的話 你可以吃吃看別的調味方式 對 先吃原味 好 其實味道已經夠了 對 好豐富 因為它有自己食材 原本的味道 有 玉米 起司 肉 截起來它就 味道就非常地有層次 吃起來口感超豐富的 真的很用心 因為就是 食材其實它的新鮮度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它沒有加到 其他的調味 什麼 人家說 這都要吃實材 這是原味的 對 所有我們的東西 都不添加香料 或是 這個起司是 煮一煮的話 它自己就會這樣化開 對不對 對 起司部分的話 店長選用四種起司 增加它的香氣 增加它的巴濕度 增加它的奶味 還有它的鹹度都有 所以吃起來起司的口感 是非常地好 各位觀眾朋友 這個我要特別幫店家說明一下 這間店主要販售的是 冷凍水餃 並不是一般的餃子館 所以沒有現足的服務 但是為了怕客人撲空 也順便服務當地的民眾 所以 逸祥特別在店門口 設了炸餃外賣 卡蘇公爹外帶之餘 還想要現吃的朋友 這也是不錯的選擇 接下來我再來分享一下 其實如果說 第一口你剩原味之後 再來你就可以沾一點 譬如說有一點的辣 你會覺得吃起來更過癮 在人口味 然後再來或是 你可以試試看這個雞肉 雞肉是沒有加任何油脂的 例如說紫色這個 紫色這個 外面是紅鳳菜做的 就是說就是沒有 任何油脂 如果說有 沒有油脂的雞肉 對 本身如果說 比較吃起來輕淡一點 然後就可以考慮這個雞肉 一咬下去是雞肉的香氣 再來就是杏鮑菇跟 杏鮑菇的水分 所以有九層塔的味道 在嘴巴一直回繞著 有 九層塔很強 還有這個酒黃的 外面是南瓜皮 那這個我可以試試看 對 它是清水的酒黃 對 酒黃的香氣 它品種不同 但是清水的酒黃 是我們覺得說 它的口感跟它的甜度 是最好的 真的 這真的 目前來講 它在我心目中 算是第一名 美鳳姐有二十幾重 它吃完的話該怎麼辦 因為跟這個客人 當作朋友一樣在對待 所以益祥家的水餃 每一顆都是用心製作的 目前有十九種水餃 可以任君選擇 除了剛剛的三種 還有包了一整顆干貝的 墨浴 翡翠 瑤柱水餃 和放了一整尾蝦的 菠菜 草蝦黑豚 和海滋味鮮豚 都是排行榜內的人氣商品 其實除了說 我們現在要介紹 它這裡有一個海鮮 不同的選擇 重點就是說 禮拜六 禮拜天的時候 這幾天聽說還可以用餐 現在我們看到 就是我們在包水餃的台籍 到禮拜六的話 我們會接一組客人來店裡 一組 對 就是六到八個人來店裡用餐 它裡面的料理都會有 包含一些餃子的元素進去 譬如說 譬如說它有一種派 它原本是用酥皮的 但是我們用餃子皮下去 因為酥皮對人體的 比較油 對身體的負擔比較重 但是餃皮的話 它口感跟它的卡路里 就少很多 少很多當然 然後就是 包括它到後面的餐 整個 都有餃子的元素 這不可能是阿嬤教的 這是後來就是年輕人的創新 一開始只有跟朋友在聚餐 朋友介紹朋友 再開放出來再讓人家預約 是喔 對 請問六日的話 幾點開始 只有禮拜六 只有禮拜六 我們會接中午一桌 或是晚上一桌 這樣 對 好 這樣 也就是說 它可以接受定 先預約 對 來吃一下這個 餃子葉 這是還滿特別的 其實越簡單的料理 就越能夠看出店家的用心 你看 除了基本的水餃 下了這麼多功夫 餃子葉 也運用了非常多的素材 總規矩 就是希望顧客吃得開心 吃得滿意 一個是普通的麵包 不過它用豆漿取代的鮮奶 然後再加入養生的紫米 就變成健康又美味的優質早餐 另外就是 大家常常吃的水餃 不過它在選這個素材的時候 食材都是非常地用心 很嚴格 而且針對不同的族群 它來研發不同的口味 讓大家有一個選定 然後就變成了 簡單又方便又好吃的料理 其實這些巧思聽起來都沒有困難 不過重點是 心思用心 這才是成功最大的關鍵 美鳳今天很高興 可以實在這麼認真的朋友 也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很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每週五到五個鐘頭 十二點半到一點 民視美鳳有約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